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只人吃素 家中养的狗也可以一起加入吃素的行列 封面故事就带大家来了解素狗时应该怎么吃最健康 多多不知道的是 阿杰师傅则是要为大家示范 最适合夏天清爽又开胃的凉拌木瓜 跟着季节来养生的单元 气象专家要告诉大家大薯的特色 以及在夏天里想要展现好身材 查到专家教你如何DIY消暑又消质的修身茶 看谁在吃素的单元 主角是营养师谢宜芳 吃素十多年的她将分享自己的蔬食食谱 以及如何靠打坐来养生 越来越多民众响应蔬食生活 但您的宠物呢 其实近几年就连宠物店里都兴起一股蔬食风潮 有许多为宠物量身打造的蔬食产品 要让狗宝贝吃得更安心 超人气的狗明星Cherry 憨憨的笑脸是她的政治标记 这天她跟着爸爸廖正辉前往宠物店 准备要买什么呢 你要这个吗 要不要 好 我就不要了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这个 这个要不要 要不要 骨头 肉干Cherry竟然都不屑一顾 这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我在那个新北市政府有去农场上班 那有的时候农场它现采收的那个高丽菜 红萝卜或者是那个玉米 就它当场就会啃起来 原来今年九岁的Cherry 正需要蔬食的营养 一般狗狗它在采食的时候 一般都是肉类比较多嘛 其实肉类里边有很多 都会造成它的过敏的来源 那 古物类也有很多 譬如说 我们讲简单的 它的玉米啊 大豆啊 这些里边有一些过敏的来源 那 我们在做素食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些 分子把它细切 细切以后它 动物就能够比较容易消化 不过幼犬以及有肾脏病或糖尿病的狗狗 还是要经过受医师的专业建议去选择饲料 正确的摄取食材 才能让家中的狗宝贝和人一样 拥有健康的舒适生活 国内知名食品品牌的董事长洪瑶坤 家里头就有一只吃素的宝贝爱犬 为了它 董事长还推动研发专业的素狗食 他是国内大宗物资企业家洪瑶坤 公司旗下包括有机农场 还做宠物饲料 五六年前 一位朋友的一个疑问 让他的饲料公司 出现前所未有的变革 我有朋友他的狗 一天到晚就是皮肤病 那他就是我用他吃什么 吃什么就是羊肉的那种 调状的那种 就是罐头 或是吃那一类的 香肠那一点 结果一天到晚就看医生 哇那个费用很高 那我说你就吃一点素食 就是我当时我也不是教他说 吃素食狗 你自己用素食 就是不要给他吃肉的这种方式 煮给他小狗狗吃 当然有的改善嘛 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也可以做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很多的这个出家 我不能再吃那一家 曾在日本念书的洪瑶坤 为了研究素狗时 还再次赴日进修宠物营养学 一页一页的笔记 都是为开发素狗时做准备 虽然制作过程要投入 大量的人力跟成本 但家人对他的决定都很支持 所以是将近20年前 18年前 我们要说 那时候去经社 这个经社 原来洪瑶坤自己就曾与慈济结缘 而且从小 祖母还有妈妈都是吃素 所以他几乎天天吃枣摘 家人都很崇尚舒适生活 万能分明 你家里的一部分 一分子 所以你就说 我今天给他吃这个盐味的 明天我就给他吃一点什么 不要说动物性的 我就说我要吃个枸杞的 后天吃个人参的 也是有这种需求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 装装一些盐花 为了家人虔诚的信仰 也为了家中的狗宝贝 洪瑶坤还有好多 制作素狗时的梦想 会慢慢实现 连带的也造福国内更多宠物家庭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一位知名部落客 和他家中狗宝贝 一起如素的过程 阵阵香气传来 让人食指大动 这厨房里的大厨 是宠物部落客 黄佳英 蔬菜煎饼加上马铃薯 炖素羊肉 是今天的菜单 黄佳英吃素二十年了 家里两只捡回来的狗狗 也都跟着他一起去素 喷煮的过程当中 其实做法都一样 只是要熟 要起锅的时候 他们还是动物 小动物还是需要一点点海盐 一点点非常微量的海盐 每次下厨 黄佳英都会再三确认 口味是不是够清淡 不会造成狗狗的身体负担 就连市面上买的素狗 有时他都自己掀尝一遍 那他来的时候三岁 他可能三岁的生活 他以前的主人可能给他吃比较重的口味 所以他口味很重 那所以我就会 我刚开始就马上去宠物店买了一包素食的饲料 刀打开给他吃 他说我以后更不要吃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要 好呢 那我就我也吃 好像那个医院 那种吃 就是生病的人吃的东西这样子 在黄佳英的努力下 家中两只狗宝贝 不但能享受舒适生活 而且还比从前健康 他们吃素之后 他的毛色 他的毛会变得比较柔软 也比较亮 真的吗 对 也比较亮 那所以很多人看到他 你吃什么东西给他打蜡了吗 还是怎么样 因为他发光有的时候 再来从第二点是从他的皮肤 他皮肤 玄纳瑞的皮肤是非常过敏的 他非常容易有皮肤病 有玄纳瑞的青春痘 玄纳瑞会长夏天 尤其是很闷热的时候 他会长玄纳瑞痘痘 所以他也有 他比较没有 就是因为他吃素 与宠物这几年的蔬食经验 黄佳英定期透过部落格跟网友分享 因为蔬食生活 让他们过得更开心 现在也要传递给更多人知道 学会DIY狗宝贝的塑料理 接下来阿杰师傅要教大家 如何运用简单的三步骤 做出爽口的凉拌木瓜 一起来看 妈妈不知道的事 今天我将为各位带来的是 凉拌青木瓜 首先准备的材料有青木瓜 蒟蒻 牛番茄跟柠檬 还有红喜菇 盐巴 七味粉跟芝麻 再来就是味淋跟橄榄油 还有柠檬汁 第一步的话先把那个青木瓜先削皮 青木瓜削皮去紫后 先切成块状 将靠近紫的部位切除 保留爽脆口感 再逐一切成片状 再来就准备一个碗 把切好的青木瓜片放到碗里 这个时候就需要加一些盐巴 让青木瓜软化 稍微搅拌 腌制大概20分钟 20分钟之后 它就会慢慢的出水 准备一个冰水 先把它丢到冰水里 去除一些盐分 第二步骤 准备其他材料 先准备牛番茄的丝 这牛番茄先要把纸刮掉 去除皮之后 一样跟青木瓜刚才的那个步骤 是一样的 再来是蒟蒻片 也一样的切片 第三个步骤就是调味了 把刚才滤干的青木瓜拌进来 再加一些红洗菇 一些味淋 味淋是主要因为那个 青木瓜会有比较色 增加点甜味 再来橄榄油 最后加入适量柠檬汁 盐 白芝麻 与七味粉 稍微搅拌两三分钟后 就完成这道凉拌青木瓜 青木瓜含有丰富酵素 能够帮助人体消化与代谢 绝对是夏季清爽又开胃的 舒适料理 运用木瓜这种当季食材 就是顺应节气的最好例子 气象专家李富城 同样推荐当令蔬果 也要告诉观众朋友们 大鼠的节气特色 走在路上行人穿起了伞 希望挡住毒辣辣的太阳 气象专家李富城说 这就是典型的大鼠 从国立7月23号开始 为期15天 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我们小鼠大鼠到立秋这段时间 几乎都是这个 会有午后雷震雨的天气 天气依然是在一个 所谓梅雨季节的状况 厨艳说小鼠要舞 大鼠要煮 也就是越热越要适当流流汗 总是躲在冷气房里 体内热气反而排不掉 导致中暑 这位饮食方面 刺激类少碰为妙 我们可以吃一些瓜果类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时候是 芒果最好的时候 西瓜啦 果菜之类的小黄瓜 现在是盛产的时候 豆类是盛产的时候 这都是我们在蔬菜方面 可以吃的 跟着节令过生活 也领略老祖宗的聪明聚会 在夏天里想要展现好身材 查到专家教你如何DIY消暑又消质的修身茶 大鼠 大鼠我们要顾及我们的心脏 然后顾及我们 针对于排汗这一方面 其实我们要更注意 因为我们现在食品 常常有吃到不好的东西 那其实我们皮肤 是我们最大的呼吸的细胞 所以我们如果吃到不好的东西 再从皮肤代谢出去 你会发现夏天很多长疹子的人 大鼠养生 手中养心 为了追求新进自然凉的最高境界 茶道专家许昕云 特别推荐以当季水果凤梨 来熬煮的凤梨茶 大鼠 这个节气 大鼠应该适合吃凤梨的 因为这个节气凤梨是最甜 也是它盛产的世界 那凤梨本身有丰富的维他命 它其实纤维质非常非常的高 切小块 然后加在水里面煮 煮熟之后再加入红茶 那它是一个带凉的喝 或者是热热的喝 都是在夏天很 帮助消化又可以很清凉的饮品 炎热的天气里 肠胃系统最容易闹脾气 凤梨茶可以促进消化 而接下来的这款茶 则是可以帮助爱美女性 摆脱脂肪 它里面有鲜渣 有乌梅 有甘草 然后还有茶 还有橙皮 那如果说喜欢喝甜一点 可以加点蜂蜜 那鲜渣其实就是消脂的一种 鲜渣乌梅 橙皮跟甘草 其实甚至连红茶都是消脂 去脂的一些中药食材 把这些材料全部都先冲洗过 然后加热水煮过 差不多十分钟就好 其实带 让它凉的时候 可以喝热的也可以喝凉的 其实如果身体里面的脂肪 或者是说鸡比较久的 不好的东西代谢掉的话 人会清爽 人会清爽的话 自然就会心平气和 无论喝什么茶 许昕云都强调温热喝最好 如果怕烫也只要摆在常温下 放凉了再喝 一般认为畅饮冰凉饮料才消暑 绝对是错误观念 热的可以解体内的燥热 所以喝冰的东西 它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体内譬如说平中温度37度好了 你零度的东西下去 或者是食入的东西下去 你要耗很大很大的能量 去让身体可以适应这个温度 只要是人 都不适合喝冰的东西 你会看很多男生肚子大大的 不是小腹大大 是肚子大大的 那绝对是喝冰的东西 所以要解暑 不一定要喝冰的东西 喝冰的东西常常反而不能解暑 其实茶最早的用途是药饮 后来才被当成饮品来喝 因此善用茶的好 就能健康的迎接酷暑 时常在电视荧光幕前 教大家如何吃出健康的营养师 谢宜芳也是个素食主义者 她有一套自己的素食法则 搭配打坐调席 谢宜芳说 这种内外兼修的方式 让她越吃越美丽 其实我吃东西非常简单 就跟我的人一样 我很喜欢很简单的生活 人其实越简单越快乐 或许是身为营养师 谢宜芳深知简单生活 对健康最好 首度对外曝光的私房料理 居然是简单到不行的蔬菜面 我通常青菜呢 我一定要先汆烫过 为什么 第一当然是可以去农药 第二个呢 有些青菜里面有草酸 因为现在很多研究告诉我们 是草酸对身体是不是很好 我通常我的青菜量 会比面来得多两三倍 我一餐大概 平常青菜我大概会吃一碗到两碗 几样蔬菜和面条 但调到只有原味的这样一碗面 谢宜芳却能吃得好满足 已经如素十多年的她 自有一套饮食规则 她说吃素不但不麻烦 还能轻松做到营养均衡 当你有时候 你就很忙的时候呢 就相较当你的早餐 可是相较当早餐 有时候营养还不均衡 有时候呢 我就很稍微勤劳一点点 配一杯豆浆 如果更勤劳我也配鲜奶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搭在一起 其实是很搭的 因为鲜奶跟豆浆有蛋白质 香蕉有糖蕾 搭在一起 就是个很好的早餐 如果你今天要去更多的地方 你要更多的体力的话 你可以加上一片全麦吐司 不只吃素 谢宜芳一有时间 就打坐调养气息 你会发觉身体 其实那个气在窜 那个气教你怎么样把身体不好的地方 等于是你接着动的过程当中 把身体一些应该怎么讲 就扭转在那边 一个地方把你打晒来 每次觉得说 让我觉得今天很累 我很不舒服的时候 我这样一转一转之后 好奇怪 人就好像清爽一下 照镜子脸就比较亮 不论是打坐或吃素 看来都是为了身体好 不过谢宜芳却透露 刚开始决定吃素 居然有个有趣的原因 我只是有一天突然 我在吃吃吃吃东西的时候 我突然好像听到一个声音跟我讲 他说他很痛 你看一只小猪 小猪说很痛 我说好吧 你很痛我不吃你好不好 好我就不吃 接下来呢 我就吃鸡酒 鸡就跟我说 他们很痛 我说你也会痛 好吧我就不吃你 然后吃吃吃 我说鸭好吧 鸭也跟我说 他会痛 你也会痛 我再吃你关心你会痛 我不吃你 然后再吃鸭 鸭也跟我说 他会痛 我说鸭鸭鸭 你们都会痛 好吧我就说我都不吃你们 那我吃青菜好了 我觉得还很心 减少对肉的欲望 现一方换来的回报是健康 还有长保美丽的体态 算是意外的收获呢 我觉得我自己神清气爽 其实我以前就是有那个 类似红斑性狼藏的体质 我只要晒大太阳之后 我关节就其实就会很痛 就会没办法解 有一段时间手脚还冰了 后来我吃素 我竟然不要而已都好了 所以我觉得好不可思议 那带你 因为常常四处跑通告 谢一方偶尔也会上馆子吃饭 犒赏自己一下 她特别推荐自己的私藏爱店 居然是酸酸辣辣的泰国菜 重口味能兼顾健康吗 一起来看谢一方怎么说 男小姐你好 一家会就不见 其实也没说好久 上礼拜才来吃 常来到都跟老板变成好朋友了 这家有着简约装潢的泰国塑料理餐厅 就是营养师谢一方的外食首选 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冬年酱做的泰式酸辣糖 我自己本身就很咸 因为我很喜欢冬年酱的味道 因为它 我喜欢它南疆的味道 因为南疆有种那种特殊的香气 冬年酱里面有什么 有些是芒果 还有其他的成分 还有一些 这些香料成分 这些成分可能对我们体重控制脂肪代谢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蛮爱的 泰式酸辣汤 三杯猴菇 素月亮虾饼 除了让人食欲全开 谢一方特别强调 里头的酸辣风味 全来自柠檬梅子的天然食材 因此即使口味重了点 还是相当健康 我平常是口味很清淡 可是口味很清淡的话 有时候很无聊的时候 就会来个重口味 这样一个年轻人要吃素 入门的素要怎么样 一定要像这种入门素 年轻人来吃得下去 如果你今天马上就像 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很单纯很单纯的味道的素的话 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可能吃不下去 所以我说要度人吃 最让谢一方激赏的 就是主厨几乎不用加工塑料 像是这道宫宝祥龙 老板娘特别引尽致力的 深海植物海龙头增添口感 像这个海龙 这个菜我也很喜欢 因为它就是那种QQ的感觉 这种纤维素 其实我也喜欢那种感觉 基本上只要素的东西 我都很喜欢 里面再加上坚果类 那这样的话就营养 只要均衡 只要健康 它这种不同颜色都搭在一起 我觉得一般我们吃素的话 最好是各种颜色的东西都搭在一起 会比较健康 另外料理中不时可见的菇类 也是补充蛋白质 维生素低的最好来源 如果你也偶尔想要外食 满足口腹之欲 谢一方给大家一些建议 最好是多样化 你每家每家都去试 像我自己个性的话 我就是我喜欢去试看 每家每家的口味 那我看看就说 你没有让我比较惊喜的 那看个人口味而定 吃素就像生活 偶尔来点重口味刺激 更能增添乐趣 对于刚开始吃素的人 谢一方说 要尝饱欢喜心 然后挑一家好餐厅 自然能沉浸在素食的欢乐国度 看完今天的分享 从素狗时 到谢一方在蔬食中找到乐趣 压力发现 原来吃素也可以这么的快乐 蔬果生活志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